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抢购的卫生纸他们三个人去买了以后 没有想到就在整个的日本 引发了一个卫生纸的抢购潮 结果日本同时也有一个官员 他在当时也就出来说 他说大家不要抢购卫生纸 这卫生纸绝对够用的 明年以日本的生产量来讲 每个人你绝对可以买到几袋几袋的卫生纸 此话一出不说还好 此话一出是越来越糟糕 1974年的时候日本也曾经发生过 在银行挤兑也是由高中女生 那他们只不过谈话当中 然后谈到了说这个银行可能会被抢 所以很危险 因此造成了银行挤兑 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事件 所以当然我觉得对于政府 昨天的那记者会 消保处他们的处理 我觉得是不满意的 政府在第一时间 他们必须要告诉民众 现在卫生纸不涨价 因为卫生纸大家也不可能 家里有那么大的空间 那可以去囤放这些的卫生纸 但必须要告诉我们 卫生纸这一次 为什么会有涨价的行为 今天有消息出来 是从脸书上面因为有促销 来自于脸书是一个始作勇者 是吗 这个应该是始作勇者吗 如果不是也要还给脸书的 这个叫在地田中人 这样子一个脸书账号 一个公道 如果是的话应该要去查办 这是比方公台物价 另外呢 业者要有促销行为 那促销行为是不是一个联合垄断 我觉得这些都必须要去查清楚 而不只是单单只告诉我们说 三月中以前不会涨价 近期锁定新台湾加油 2017年18月1日 感谢观看